飲酒店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Michael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個懷舊的小菜 鬼馬牛肉 介绍一些材料 牛肉我用了扇面炒牛肉 这里有隔夜油炸鬼 斜切片 大大片厚一点 这里有些菇 甜豆 姜葱蒜 红萝卜片 马蹄 所谓的鬼马 油炸鬼和马蹄片 首先把菜马尝尝 这个时候我们要处理牛肉 少许味底 少许盐 1茶匙盐 胡椒粉 麻油 我们还要打一只鸡蛋 大家自己做的时候 有时间可以腌久一点 接着就放生粉 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上 马蹄 甜豆 腌好之后 我们要加些油 封住它 放在一边 捞起菜马 已经够新了 全面 加一调辣 酱油 一会是 半茶匙的糖 一茶匙的蚝油 少许胡椒粉 麻油 用酒 有点色 颜色就配上牛肉 如果大家喜欢 心心浅浅浅 没有什么所谓 好了,我们预备一些湿的生粉酥 我们烧油来炸油炸鬼和牛肉的拉油 要旺油,为之可以了,你盛起油 你听到油炸的声音就可以了,倒些油炸鬼 炸脆就可以了,我们先捞起它 好了,我们顺手拉起牛肉 牛肉落锅,不要太快搅拌它 你等它炸定了,就可以慢慢搅拌它 好,我们捞起它,牛肉呢,九成新的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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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时候可以加牛肉呢 这个时候可以加牛肉呢 这个时候可以加牛肉呢 蘸走 加入最新鲜的豆腐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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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豆腐 加入油 油 油 水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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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小鸡 盐 盐 鸡蛋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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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